来来来 现在到底要不要买房子呢 从92年开始呢 房价就一直不断的上涨 已经涨了到现在10年了 而现在呢 有学者开始看跌了 学者认为呢 货币宽松政策退场 奢侈税买两年等等因素 让现在的房屋是供过于求 而未来贷款利率也会慢慢提高 恐怕年底最快 房市就会翻转了 而且在监狱沿线 建议或许大家可以捡到便宜 根据捷运周边的房地产 仿佛成了房价只账不跌的保证 我动辄好几千万 却没这么容易买下手 但是如果想要捡便宜 并不是都不可能 研究各捷运站进出人次 似乎能够找到端倪 进出人少房价一定比较便宜嘛 捷运车站的5到10分钟 就10分钟以内的车程来看的话 其实我都觉得 它是有机会买到相对比较便宜 以进出口人数来计算 温户县的新海站 万方社区站相对比较少 而位于捷运末端或支县的 南港软体园区和小壁潭 以及淡水县的复兴岗和中益站 都是专家眼中可抢进的区域 反之央行警示区 林口三峡已经过度炒作 专家认为绝对碰不得 因为接下来房价恐怕翻转 下修来讲应该从 出力线到年底明年应该比较清楚 你随便下修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很容易看得到的事情 做起其实早就到了 过去每五到七年 就会有一次心衰消替 而这一波房价已经上涨十年 再加上奢侈税满两年后 供过于求以及QE退场 和房贷利率慢慢提高 等影响对投资客有杀伤力 也让房屋价格能够接近合理